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这里已经待了有一年多了 能一个人在冰原上生活一年多 他果然是个非同一般的强者 你没有谁知道雅库兹克在哪吗 我们就是从雅库兹克过来的 正准备往回走 您可以跟随我们一起回去 不用了 你们速度太慢了 给我地图和具体方位 我自然能找到 好的 你稍等 黑衣 黑发 他莫非就是我在山谷上空看到的那个人 大人 这是地图 您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大约一千公里左右 就到雅库兹克了 大人 您可以带上我吗 大人 我能看出您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您可以带上我 我踏遍了整个异国 这远东地区的任何一座城市 我都知道方位 那他啥 那你知道异国北方军区所在吗 我知道 总部和分部都知道 好 你随我来 准备好 大套上 他竟然在雪地上 一枚小时数百公里的速度奔跑 而且我在他身边 丝毫不感到寒冷 别走神 赶紧去方向 好的好的 大人 您去雅库兹克做什么 那里有个叫保罗的 他欠我一笔债 我找他还而已 保罗 雅库兹克的地下皇帝 应该不会是他吧 美女 一起喝意 被 陈 陈北轩 保罗 我的朋友 你见到我 为什么这么害怕 尊敬的阁下 我没有办法 北方军区的人找到了我 要您和亚当他们的资料 我不得不告诉他们呢 否则他们就会把我抓进监狱 凭我之前犯下的罪孽 足以枪毙十次的 你惧怕北方军区 就不怕我了 这朵红莲之言会让你记得 你应对我心怀着恐惧 放过我吧 我说 我说 出手的是义国 北方军区司令部 和血狼卫安德鲁 很好 北方军区 血狼卫 以及义国高层 这些债 你一起算的 睡吧 醒来 你们将忘记刚才发生的一切 你应该看到了 我要去找北方军区的人报仇 你还要帮我吗 当然了 是他们先对不起您 您并没有伤害到义国 他们仅仅因为您的强大 就动用导弹攻击您 您报复回去 是正常的 那走吧 接下来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个小镇已经部署了军队 预计有上万名士兵 他们开始反应过来了 连续损失了十二个军官 北方军区高层 要是还没反应过来 那就是一群蠢猪了 他们估计以为 我会借助人群掩护 暗中刺杀 可是我偏不 我就要正面击溃这支军队 告诉他们 我沉北悬来了 站住 那里是警备区 你如果再前进一步 我就开枪了 什么 我的上帝啊 难道 我看到了天使了吗 他就是敌人 迅速开枪击杀他 不要让他靠近我们的阵地 要开枪吗 我们可能面临的是上帝的使者啊 什么狗屁的上帝使者 他就是嫌犯 立刻开枪 怎么可能 开胖吗 用枪杀不死 不懂得用炮吗 那么大一个靶子 坦克呢 火箭炮呢 发枪 陈北轩 上帝啊 这样都杀不死 大人真是太厉害了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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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来了 将军 将军 请回话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调等所有兵力 不惜一切代价拦住他 迅速向左部球员 就说 我们遭遇了陈北轩 需要支援 需要支援 拦住他 不能让他出入这地中 用拳头打破炮弹 这还是人吗 上哪 别愣着 波燥 烦 撤退 撤退 总部 总部 请求支援 陈北轩来了 我们拦不住他 陈北轩 快躲开 我是二号指挥王李希 现在战况怎么样了 喂 喂 报告总部 国军战败 时长已经阵亡 敌人 向着总部出去了 什么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 华镜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 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剑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舞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